美妝蛋 哈囉,我是幻緝米 今天跟我一起看這個 Colourpop的Sweet talk 眼影盤 好不好用呢 我們就一起看下去吧 那現在從素顏開始 是因為我想要一起開箱 我之前買的小豬姐姐的美妝蛋 小豬姊姊是一個美妝博主 然後他在仿妝跟化妝上面都非常的厲害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那時候他說要推出自己的蛋的時候 我就很期待 終於入手了還沒用 我們今天一起來開箱試試看 包裝是蠻精緻的 這個抽盒之外 裡面的紙盒也都蠻有質感的 然後他的蛋呢有 剛剛發生的事故 這個蛋太新鮮了吧 還從盒子裡面逃脫 好啦他裡面有 兩顆大蛋兩個小蛋 金色跟銀色的 這個捏起來都很Q彈 銀色的蛋有斜切面 金色的蛋就是圓圓的那種 小顆蛋比較扎實一點 我看小豬姊姊她都是用來做眼下的遮瑕 烘焙之類的 我們今天就用它來上底妝試試看 到底好不好用 先看這個金色的蛋蛋 很可愛耶 上面還有小豬姊姊的閃電符號 然後捏起來很Q彈很軟 我現在去把它沾濕 沾濕之後變超可愛的 好大顆喔 有點像那個 煎熠兔裡面那隻小雞的樣子 好可愛喔 好大喔 好那我必須先說 美中蛋啊 對於有養貓的人來講 真的要好好收好 像我之前有一顆這種很普通的蛋 然後咧 所以我不管把它收在什麼袋子裡 或是箱子裡面 某天發現的時候 它都會在地上 然後就變成髒兮兮 上面都是咬痕 我們家的貓很厲害 就不管把它藏在哪裡 它都可以把它挖出來 所以這次的這個蛋 我一定要好好的把它收在櫃子裡面 那我們用它來上妝吧 今天上妝用 我用雅詩蘭黛的粉持久 色號是2WE 我想說用一個比較乾一點的粉底液 然後這樣 這樣子比較能夠看出來 美中蛋上妝的效果 喔這個蛋用在臉上 Q彈很軟很舒服耶 用美中蛋上妝粉持久之後 是有光澤感的 這顆蛋蠻好用的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美中蛋組合 我那時候從淘寶買 然後家運費到台灣 這樣子大概一盒也才兩百多塊 四顆蛋 這樣很便宜而且好用 我們自己看 是光澤然後貼膚的 為了比照出差別 我這邊要用粉底刷來試 看得出差別嗎 這邊是用美中蛋上的 這邊是用美中蛋上的 比較輕薄薄透 而且光澤感比較好 這邊是用粉底刷上的 遮瑕度比較高 但是妝感看起來 就比較厚重一點 其實各有各的好處 就是用粉底刷 你可能會比較好遮瑕 就是妝感會比較 遮瑕度比較高 用美中蛋的話 就會比較輕薄 但是 因為這樣兩邊差距實在太大 所以我這邊還是用美中蛋再按一按 用蛋拍一拍之後 光澤感就比較好一點 所以喜歡比較貼膚啊 比較光澤感的底妝的話 就建議用這個美中蛋 但是我每次用美中蛋都覺得 好捨不得 就是 它上面都會髒髒的 然後我就會看起來 就 這麼可愛的蛋髒掉 就有點心疼 現在我們用這個小銀蛋來做遮瑕 銀蛋的話 發音要發足 缺點就是 發錯的話 可能就不太好聽 那 小蛋蛋很可愛 它跟大蛋的差別是這樣 很可愛吧 那我們現在就用小銀蛋來做遮瑕 說到這個 安安 這個發音的問題 以前就是我高中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就是 講話的時候 比較有點 安安不分 然後呢 有一次我們學校在開招會的時候 因為我們學校的班級數很少 所以 三個年級都會在一起開會 然後我那朋友就說 欸 我今天早上上課的時候呢 看到一個學長 他好像是日本人耶 然後他的名字叫做 歡景 然後 我就問他說 什麼是歡景還是荒景 他說是歡景 然後 我就說 好 不然你跟我講說是安好 是安好了 他說是安 我就 聽不懂 就完全聽不懂他到底在講什麼 後來 最尷尬的是 因為我們班是年級的第一個班 所以就會跟上個年級的最後一個班 連在一起 然後那個學長剛好就是 上個年級的最後一個班 所以呢 他們班 全班就在聽到我們 在那邊討論是安還是歡 還是荒 這件事情 太丟臉 太尷尬了 但是 有時候想起以前學校的事情 就覺得還是很好笑 好啦 反正就用小銀彈來 遮一下我們下面的 黑眼圈 小豬姐姐的蛋蛋我覺得非常的實惠好用 就一整盒四顆蛋 兩大兩小這樣子買起來 才兩百多塊台幣 金蛋跟銀蛋都非常的可愛 如果會買淘寶什麼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入手的 真的還蠻好用的 不愧是小豬姐姐有花時間去研發 好啦 我承認我也是她的粉絲之一 所以我就對她的東西都還蠻有信心 接下來我把眉毛先完成之後 再來進行我們的眼影分享 OK 現在眉毛完成了 我們就來看 Colourpop的Sweet Talk這一盤 很美耶 我覺得這盤的包裝很可愛 上面是這樣子 花花啊什麼的 然後呢 它上面這個Sweet Talk這個標籤啊 我那時候收到的時候 還想說 是代購貼的貼紙在上面嗎 怎麼摳不掉 就原來是它盤子的設計 有點失禮 那裡面打開就長這樣子 一貫Colourpop的風格 就是沒有鏡子 然後眼影盤 然後有一塊 蠻厚實的隔片 這塊隔片我都有收好 怕它那個粉會亂飛 當初沒有想要買這盤 就是你看它就是這種 橘橘的這種粉粉的顏色 我實在太多這種顏色 所以就本來沒有什麼生活 但是呢 我就看到網路上太多人在試用的時候 那個閃度實在是太美 超級美 所以 忍不住就請代購幫我帶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它的手上刷射吧 因為我沒有用過他們家的眼影盤之前 然後聽說是會比較容易飛粉 是不是 但是我自己 最近使用的經驗來講 我覺得 飛粉程度還好 而且 汙蔑也還算蠻好暈染的 重點是它的那個 幾顆大亮片跟細閃 都非常的精緻 非常漂亮 所以這盤我自己覺得是蠻喜歡 唯一的缺點大概就是它的配色 創造出來的眼影感覺 大概就是 橘中調 就這樣子 比較沒什麼太大的變化 但是 日常或是想要再浮誇一點的橘色調 是可以靠這盤來創造的 那我們就一起來用這盤化妝吧 這兩顆都還蠻適合來做眼窩色的打底 但是我更喜歡用這顆 有點偏黃的顏色 這樣創造出來的那種 妝感會比較有一點層次感 然後我們來把它打在眼窩上 接著用這顆來鋪色 接著用這顆來鋪色 然後下眼瞼這邊也帶到 我想要它的邊界再黃一點點 所以會再用這個黃色去暈染 然後眼尾疊加一點這個深色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Garden Debt 非常非常美的 橘金色 你看到沒有 那個光澤感 超美的光澤 最後疊加這個顏色 就是當初我看到影片 打中我的心 然後覺得 太美了 我一定要把這盤買回來的顏色 就是這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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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質地就是 卡拉卡回家 好像很出名的土豆泥質地 它是那種QQ軟軟的 它是那種軟軟的 所以 壓一壓 壓太大力會變形的那種 然後它的閃 它的閃 你看 超美的水光閃 當初看到就覺得 天啊 真的是個神仙眼影盤 我就是因為這個顏色 然後 找帶過把它買回來 然後我們把它疊加在 眼球中間 你們看 你們看 你們看這個閃 你們看這個閃 多美 那我的閃 我也會點一點點 來創造 淚光閃閃的感覺 就點在眼睛下方就好了 眼球下方 你們看這個閃 根本就是 銀河在眼睛上吧 我現在就是補上了眼線 腮紅 打亮跟唇彩 等於說就是 除了眼影之外 把其他妝都補好了 那我的腮紅跟打亮 都是用前一陣子有分享過的 Sephora跟漫威聯名的 腮紅跟打亮 這兩個是我最近很常用的 然後 唇彩的話呢 我是用巴黎萊雅的小鋼筆 色號是 112 我覺得小鋼筆很好用耶 雖然說很多人都詬病它的那個味道 是 什麼香精啊 洗碗精的味道 但是我自己可以接受 所以呢 我覺得它超好用的 它的顏色啊 然後 還有在嘴巴上面的質感 我都非常喜歡 所以小鋼筆我收了好幾個顏色 我覺得非常好用啊 如果你是對這種香味是 可以接受的話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耶 因為像我的朋友 他們也是覺得 小鋼筆的味道 他們能夠接受 所以 他們用起來 他們就覺得 顏色非常的美 非常喜歡 OK 那今天妝就是這樣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吧 然後這個妝容也是我出門的時候 自己很喜歡畫的 我覺得 橘橘的非常的 夏天非常的陽光 然後 髮帶的話 就是我這個夏天必備的東西 因為實在太熱了 然後 我前一陣子呢 就是 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個衝動 去把瀏海剪短 剪短之後我發現 天啊 爆炸熱 而且 一流汗之後它根本就是隨便翹 所以 必須靠髮帶去把它 撐起來 而且這樣子 額頭比較舒爽一點 Sweet Talk這盤呢 它的亮片實在是太美了 不管是大亮片 還是我今天用的 這個 水光細閃亮片 用起來都很漂亮 而且 這一盤我覺得 根本就沒有什麼非粉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包裝改成這種 雷色閃的包裝 但是 基本上 都不會髒髒的 用起來蠻乾淨 我現在用了幾次都還蠻喜歡 我覺得Sweet Talk這盤呢 是可以收的 雖然說它可能 變不出什麼 太大的花樣 變來變去 大概就是 你知道 棕色調 橘色調 這種色系 但是呢 因為它的顏色很漂亮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是 磁吸式的蓋子 也是蠻不錯的喔 然後我除了買這一盤 Sweet Talk之外呢 我還有買這一個 Just My Luck 它是完全綠色的眼影盤 因為我很喜歡橘色跟綠色 所以當初看到這個綠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哇 一併買回來吧 你們看看 很漂亮吧 不同的綠色 然後它這個是有鏡子的 這盤我真的還沒有用過 所以 下次我們再一起用這盤的化妝 化一個綠綠的眼妝吧 好 來上次就是這次的分享 Sweet Talk這個眼影盤 我覺得以價位跟它的表現來講 是可以買的 之後我用它有配出不同的眼妝的話 我會再錄影跟大家分享喔 好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 我會很開心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跟我一起快樂過生活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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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美 色情 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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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